我们养月季 到了这个时候 除了防病害 还要防虫害 因为月季 它是比较容易交虫的 尤其是刚长出来的花苞 第一个是牙虫 鸡马 小黑飞 红蜘蛛等等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预防 那么我们在家里面养花 想要轻松简单一点的话 可以直接给它使用这种杀虫水油剂 这种杀虫水油剂 它使用简单 方便 无臭味 哪里有虫 喷哪里 如果说花苞上有虫 我们直接喷花苞 它不伤花芽 如果说新芽有虫 我们直接对着新芽喷 家里面的所有花卉栗子都可以用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轻松多了 不需要兑水 直接拿 直接喷 或者是花盆表面 有什么蚂蚁 小黑飞 或者是厨房下水道 垃圾桶 有这个小虫子飞来飞去 我们都可以拿来给它喷一喷 这就是家庭养花防虫的一个小技巧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给我们下期见 找我